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耶 是我 今天是露言 拍這個影片因為 今天要來拍 睡前的保養 就是洗完澡之後要睡覺的保養 開始吧 大家都知道 保養的第一步驟就是要 先清潔 我當然要把妝卸掉 眼唇卸妝我用的是這個 從台灣帶回來的 L'Oreal的 眼唇卸妝液 已經快要用完了 我覺得這很好用因為它不刺激 它上面就有寫 它是Gentle 它真的很溫和喔 而且 可以用量很多然後不小心 跑進眼睛裡面 我也不會覺得太痛 但是盡量還是 不要讓它跑進眼睛裡面 還是不好 然後我用這個方式就是搖一搖 讓它兩個 卸妝劑混合之後呢 就到在化妝棉上面 然後就濕敷在眼皮上面 然後大概數個20秒 順勢的把它帶下來 那如果還有的話呢 我就會輕輕的來回 但是不是搓喔 是在眼皮上面這樣轉來回 然後就可以把所有的眼妝都卸掉 然後眉毛我也會卸 然後嘴唇也會一起卸 眼部的卸妝呢 我是用卸妝水 之前都是用貝德瑪 可是貝德瑪在美國其實也很難買到 所以我就用美國在地的 我覺得素顏好沒安全感 因為我就用美國 智產的這個是Simple Cleansing Water 然後是Micellar 就是它是卸妝水 那我也覺得這個很好用 而且它非常的便宜 好像才 我記得才3塊還是5塊多吧 然後我買的時候有買衣 然後另外一件是對摺 所以我就買了兩罐 但是它的壞處就是它真的蠻小的 它帶著我的手掌這樣大而已 但是它很溫和 沒有添加任何的 化學成分 然後也沒有什麼味道 然後這個呢我也是 就倒在化妝棉上面 然後用卸妝水啊 就是化妝棉一定要是全部都是濕的 因為這樣才不會拉扯到皮膚 然後就這樣卸掉 然後我會用兩張 兩張化妝棉 洗臉呢我會搭配 每個禮拜用一次到兩次洗臉肌 不一定 然後我洗臉肌已經用了 大概有三年 對 然後我洗臉的產品 我不會特別說一定要買什麼產品 就我就是這個用完 我就換下一個 然後就這樣換 看我庫存有什麼我就用什麼 那這個是我表姐去日本買的 這就是 對 日本的牌子 然後 因為夏天嘛 夏天想要美白 所以我就 上一個 那個洗臉的用完 我就拆這個用 目前我一直都覺得蠻好用的 好那接下來就進行到 寶藥瓶 好 寶藥瓶呢我就 一步驟一步驟的示範 那第一步驟呢就是先拿出 講過恩次的 IPSA自律循環液 然後我用的是 這應該是資深堂的化妝 擠兩下 因為我覺得兩下就很多了 所以我就擠兩下 然後呢 讓它 分布均勻之後 這樣夾住 然後就 上在臉上 因為它是美白的化妝水 所以它 對於 痘疤什麼的 都很有效 好啦其實我會把頭髮黏起來 可是我覺得你們應該看命我黏頭髮 喔現在穿的是睡衣 真的是睡衣 而且我等一下就要去睡覺了 穿的是 公牛隊 那你這個化妝棉用完不要丟掉 接下來我要用的是 上次也有講 縮小毛孔的這個 Perricone MD的化妝水 然後因為它裡面有一點點沉澱物 然後它上面也有說要先搖 所以用的時候要先搖一搖 搖完之後呢 我就會倒在 也是這個化妝棉上面 大概倒不上一下 這個化妝水它味道還蠻奇妙的 就是很像 以前國小的 洗手台的 簡性肥皂的味道 就是它是一個很簡性的味道 就是 聞起來就是 好像真的很有效 的感覺 就真的很像 以前那個 粉紅色肥皂的味道 就是會 戳到 會沒有泡沫 就是洗不出泡沫 那種 照在搜索嗎 I hope so OK 這個用完就可以就掉了 接下來 會噴一點 爽膚水嗎 聽起來有點low 那就是這個 Caudalie的Beauty Elixir 然後它上面有浮一點精油 所以用的時候也先搖一搖 因為它有一點精油的成分啊 所以它會延長保濕的效果 對我們不僅要明白也要保濕 好不好 然後就噴 它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SPA 就是很像 很多精油的感覺 就這樣把它拍進去 那 接下來就是要上精華液 平常在用的精華液就是這個蘭蔻的 這個是特大罐 100ml 我記得 對它是100ml 我是在香港的機場買的 擠一滴 然後我會先從額頭跟鼻子 因為這兩個地方是我比較需要保濕的地方 因為你很容易出油 所以油水不平衡 就要多保濕 然後就這樣 輕輕的推開 我覺得我好像每一個影片都會說輕輕的推開 可是在臉上 做任何動作真的都是要輕輕的推開 脖子就 然後下巴就往上帶 OK 再來眼霜的部分呢 是Kiehl's的這個 嗯 酪梨的眼霜 然後它裡面是綠色的 它質地蠻厚的 我蠻喜歡的 就無名指 沾一點點 在這裡 然後用兩隻手的無名指把它推開 然後用兩隻手的無名指把它推開 然後可以順便做一點按摩的動作 輕輕的這樣往上帶 這樣才不會有魚尾紋的纏痠 然後最後就上一個 看你是要上乳液或是膠狀的保濕釘 可以定一下 就是把所有的保濕品都定住 那我自己夏天是習慣用膠狀的 然後現在用的是這個 Nature Republic的這個 比較膠狀的乳液 它是 是Super Aqua Max Fresh Watery Cream 它就是水水嫩嫩的感覺 裡面就是這樣藍色的 然後它 非常的香 恩 真的很喜歡 這種 Water Cream 因為它都很香 然後就用它附的小湯匙 挖這樣 一坨 放到手心上面 然後就 把它 貼到臉上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厚厚的推 所以當做那種 睡 那叫什麼 晚安痘膜 就這樣把它壓在臉上 因為我不是說 我擦完 我就立刻就要倒在床上睡 是沒有 就是可以 厚厚的先 把它塗在臉上 然後讓臉慢慢吸收那個 保養品的 成分 可以做全效保濕的感覺 對 就看起來油油亮亮的沒有關係 因為它的質地很輕 所以它一會兒就會吸收了 我才可以帶一點 然後剩下來的呢 我都會擦在手桌上 好了 那睡覺前呢 就要擦一點香水 今天要擦的是這個 Elizabeth & James Nirvana White 這是試用品 這個是去年新出的香水 是那個 All Sun Twits 出的 超香的 我又買大罐了 可是我還沒有開 因為 香水太多了 我想要 泡在這個味道裡面 真的超香的 吹下前還要塗一點護唇膏 好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 簡單的做一個睡前保養的分享 我要去睡覺了 下次見 拜拜